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菌性外耳道炎黄色的这种真菌 当时清理完了以后注入了抗真菌的软膏 一周以后复查的双侧外耳道都是 清理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打了药进去的软膏 在一周之内就完全吸收掉了 再补充一次 因为单个的这种真菌的包子肉眼是无法看到的 稳妥期间还需要再补充一次 这个是另外一个病例了 真菌性的也是真菌性外耳道炎 它这个是白色的 这种真菌的菌丝 真菌的颜色和它的菌种有关系 不同的菌种形态也不一样 而且即便就是同一类的真菌 因为程度不同 表现出来的形态也不会完全一样 有的是这种干片状的 有的是整个是这种黏块状的 真菌的比较有好几种 但是不管哪种 其形成的根本原因 都是因为真菌被从身体以外带到了外耳道内 因为真菌并不是我们自体产生的 比日常生活比较常见的诱因 棉签啊 外耳勺这些乱套耳朵 尤其是洗澡以后 包括游泳以后 很多人有这个习惯 总觉得外耳道里有水啊 想去擦干净 但是这个行为啊 是属于叫拔苗助长啊 这种棉签去擦拭呢 一方面你也不可能擦的很干啊 另外一方面啊 有可能就把身体外的这个 少量的这种真菌包子给带进去了 因为真菌存在很多区域啊 有的时候我们的外耳道口 可能都会有些非常少量的真菌包子 只不过是环境不适合它生长 它就长不了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接触 戴耳机啊 手啊 手指头 去掏耳朵呀 这些 所以很容易接触一些少量的真菌 但只要是环境不适合 它一般长不了 但是你这个啊 在这种潮湿的情况下啊 频繁的用 那面签也好 腕儿烧也好 去掏耳朵 那把真菌给带进去了 那局部的环境潮湿啊 又适合它生长 它才能长 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很多朋友又会问那洗完澡觉得耳朵潮怎么办啊 不舒服 有的时候确实不舒服 我还会有时候会很痒啊 耳朵有水的时候有的人会很痒 啊 最比较安全的办法就是啊 有吹风机去吹一下啊 注意别烫着啊 有些吹风机你调的温度太高 这个热风有的时候贴的太紧 包括那个吹风机那个老式的吹风机 那头有时候挺烫的 小心注意别烫着啊 这个也是啊 跟前面那个卖浪的处理原则是一样的啊 这个 真菌尽量的去清理 这个是治疗真菌的第一步啊 第一步尽量的去清理 但是真菌会有一些粘附性 不太可能会说清理到一个真菌包子都不剩啊 那个不太现实啊 尽量的大部分清理以后啊 抗争菌的软膏打进去 就像前面那个 麦浪式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啊 打进去以后它在一周 之内软膏会完全消除啊吸收掉吸收掉啊 说错了 这是另外一种啊 就前面说的那种粘块状啊 这个 有一部分真菌自然就会形成了 那么还有一些是用了第二叶 啊在因为真菌有的时候经验不足 容易把它判断成什么 丁獰色啊之类的啊 直接用第二叶 甚至有的时候把它按细菌处理 使用抗生素的第二叶啊 包括有些自己去药店购买 觉得耳朵不舒服就点这个 所以 第二叶呢 常用的 第二叶是治疗细菌的 它对真菌是无效的 如果在真菌状态下使用啊 反而可能会加重 真菌有专用的这种抗真菌软膏啊 咱们市面上 包括医院里啊抗真菌的第二叶非常少啊 常用的还是软膏为主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周一再见